机器比较方便 用这个比较方便 民众搭捡运通勤 加持悠悠卡成家常便饭 民众平时处置悠悠卡 很习惯使用捡运站内的加值机 不过新浦捡运站的机器日前 却出现了暂停服务的故障讯息 底下还有四个字 非法入侵 会觉得蛮不安的 机器弄的话 我的钱会不会被拿走 应该是駭客入侵吧 小部分可能静明的 就可能要去担心一下 就可能怕是不是对岸 能渗透我们这边吧 以前我没有看过 但是看到就是真的会有点害怕 像信用卡或者联名卡 这样子来做悠悠卡绑结 这样子的一个民众来讲 他有非常担心 他的个资会外泄的问题 个资演出来大家都会恐慌 接获成型的市议员 一场上直询 北捷来解答民众疑虑 假如说他没有经过正常程序 去外门打开的话 那门的感应其他就会产生而让 那这时候设备会暂停服务 这对我们民众的使用上面 他的所谓的信用卡 和支付空间上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简单来说是硬体 而非软体问题 非法入侵四个字 是为了方便账务人员 能跟维修单位沟通 而采用的内部资讯 文字要再改一下 不然写账还蛮恐怖的 我觉得可能可以用说 请把门关好之类的 用字潜质上面 我们会做一个适当的修改 避免民众的误解 幸好不是金钱或个资被偷 但无论如何确实让人虚禁一场 TVBS新闻陈温宏 李品仪留听题一台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